特寫哥你今天帶我們去吃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去吃台南的在地傳統小吃 而且也吃六間喔 然後而且我們要從我們的水仙宮出發 只要在10分鐘內都可以到達這些地方 水仙宮本丸 水仙宮本丸 那他這本丸跟其他本丸什麼不一樣啊 這間本丸喔 因為這間本丸是我從小吃到大的 這間原本在水仙宮旁邊 他後來因為房租的關係所以他現在遷移到這裡 所以是老店就對了 小時候的味道 小時候的味道 你飯糰包多久了 41年啊 41年了哇 真的很久喔 包飯糰已經比我大很多了 我們很期待 有的小孩子像你的小孩子 都結婚帶孩子過來吃的 真的喔 這是我小時候吃的飯糰 喔 還沒有吃下去了 還沒吃下去了 還是跟小時候味道一樣嗎 一樣啊 阿嬤一樣喔 阿嬤也一樣 你知道飯糰要怎麼吃嗎 不然就是你雅魚法會再把它 樓圓再繼續把它捲起來 再吃 這樣會比較好吃你知道嗎 感受他的手勁 欸我覺得他糯米真的不錯 就是不會 紮實對不對 而且又不會太黏 然後又不會說就是 讓你覺得說有負擔的那種 因為有的糯米會太硬的那種 然後有的太軟 然後它就是薑草 而且那個油條很脆 我會覺得是油條 我們現在進行到我們今天的第五家 戰於義麵 GOGO 請問現在還有戰鬥力的有誰啊 我其實也還可以 我還是還可以 我也還可以 五層寶 五層寶 你看看 那幾層寶 他從剛剛開始最近沒有在吃了 也沒有在講話 你們看 但是他有喝湯 對他有喝湯 對 喝湯 湯特別好喝 很清爽 太醜了 去了 又是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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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那個鱔魚不要走私 我要吃 蛤? 你不要 喔 吃一口可以吃 這個要給你吃 哇 我其實意麵就是喜歡吃這種意麵 這是閃電的咖啡 然後這個咖啡 哇 好大喔 好大喔 真的 很肥 他們這邊的都很新鮮 然後現場處理 Q彈Q彈的感覺 他們都是大火快潮 30秒內就一定起 我來看可惜 迪心來啊 迪心你最愛的 麻油珠心 對 鱔魚也是超大片 真的欸 我的大拇指在這裡 你看 你就知道 吃這一家啊 通常都會搭對面的那個 玉米 烤玉米 他今天沒開 可惜烤玉米沒開 我覺得 我以一個台中人的角度去 感覺 它米如果單吃它的醬汁真的還滿甜的 就今天應該是最甜的一攤 對 但是剛剛加了醋跟辣椒粉之後 我就覺得很好吃 酸度整個有出來 酸度出來 然後有一個辣感 酸辣酸辣感 而且重點是我覺得我很喜歡它的扇 扇也很脆 我也很喜歡 吃很飽了還是要吃 你知道我怎麼聽他特別講 就是他很喜歡嗎 因為他很怕我一口這樣全部吃光 我現在如果吃光 我等一下就被打 我等一下幫你們多加一口 吃過完不要回家 他明明說你很飽 但是你還是說要吃三 對 而且如果你覺得吃不夠 你可以再點他們的麻油豬心 或者麻油油漬剛好吃 因為有嚼勁 然後它的麻油香氣很重 但是又不會糟糕 也不會苦苦 也不會有人覺得麻油會苦就也不會 不過我覺得台湾人真的很厲害 天氣那麼熱 然後大家那個湯照喝 然後雞照喝 很強 而且老闆也很辛苦 這麼大熱天 對 這炒嗎 不好意思台南 第五家 等一下玉米又開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又可以吃玉米 現在只有我們兩個人來 第六間的玉米店 為什麼呢 因為女生在咖啡廳休息 所以我只是想要跟你們說 找男朋友跟找老公 就是要找我們這種體貼的 好不好 帥的 對耶 你們如果來買玉米啊 記得先打電話來訂好不好 你們看 人這麼多 賭神認證的 賭神認證 因為他們之前在那個 原本不是在這裡 原本在前面那個 南都戲院旁邊 對 然後後來因為賭神這一間 這個電影 帶到他們的畫面 所以他這個 就有點叫做 被賭神認證的 烤玉米 的烤玉米 好吃嗎 好吃的 他烤得很入味 而且 玉米很脆 真的喔 很好吃 很好吃 而且他烤得真的很入味 賭神認證的 他的玉米本身就是很好吃 對不對 等一下 笑什麼場啊 等一下 為什麼要笑場 因為他 烤玉米好吃 就是他烤完 還是很有水嫩 的感覺 就是他的玉米的 嚼勁還在 而且他那個 玉米本身就很甜 然後加那個醬料非常搭 欸 好吃耶 對對 而且他本身好吃 其實在他的玉米 嗯 玉米本來就好吃 對 玉米本來就好吃 不是隨時都會開 玉米的頂子好才會開 對 嗯 一定要打電話 你看人真的超多的 好 所以大家如果要來台南吃小吃啊 你們可以以水仙宮為目標 有很多在地的傳統小吃 都在這一區 對 這樣子繞著吃一圈剛剛好 吃爆台南 跟我們現在一樣 我們現在在大內粉圓 大粉圓很好喝 而且他還有 就老炸的雞排跟雞米花 很好吃 推推 而且你看 這一份雞米花 50塊 超大塊 肉超多的 CP值超高 而且好吃 晚上我們住在巷弄間的老宅民宿 我好宅中 過了一夜的老時光 距離神農街海岸路走路10分鐘左右 夜裡我們便在巷弄間閒晃 晃過了24小時都能購物的誠實商店 還試著拍出街拍式的照片 我特別喜歡這樣的感覺 在夜色斑斓中感受微醺的浮沉 9個月 1個月 可攝 4個月 多分 照片